黄奕成APP又出包 男童直播妹妹洗澡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连自家的妹妹洗澡都拿来直播 哇 这快引起网路暴动了 是什么APP直播让你打惊小怪的 就一人黄奕成上个月才推出的交友软体时期 是一个软体打着操作简单 又可以靠直播赚钱 最近在网路上爆红 一些网友看准这些有钱可赚 拼命直播 结果有人走偏了 连啪啪啪也有人直播 耳烂的打手枪工作也有人播 更夸张的是还有人直播吸毒 黄奕成他们还宣称 如果有不雅和脱续直播 会透过监控关掉画面 结果一堆脱续的直播 还真是多道如山 他基本内心有一个洞 就是他那个洞是需要被关出去 需要被爱被看 他其实被门他都甘愿了 如果他有确实有那个 违缺画面 比如发走那个 应该是有那个 群法公然散布违缺物品的那个 这个阶段 平台的业者 因为可能基本上卡不太到啦 他的开外平台不是为了 让你散布违缺物品嘛 两千元 每周点阅数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 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